而26号开始缩短居家隔离天数为3加4天 再加上确诊者也不再公布足迹 让村民是感到人心惶惶 树林乡长王玫瑰则是一一的向代表会说明 乡公所也开设防疫专线以及相关防疫疫调作为 所会和村民共同合作来度过疫情的难关 树林乡一起升温 为了做好防疫的工作 26号开始确诊者足迹不公布 还有缩短居家隔离天数为3加10天 对新来的政策 村民们则是不知所措 新闻下长王玫瑰表示 各村有下面代表村长和访试员 以及公所同仁的协助 除了平时关怀之外 同时也开放装线 让村民来找到协助的管道 一到星期五则是可以打 03-861216 转335-356以及306 而假日期间也提供专线 0987-264-278 现在政府要开始推动 所谓的确诊者不公布足迹 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一定要先去了解 但是大家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 那不公布足迹 我们希望是后续 我们公所这里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能够来公所来询问 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方FB 官方网站跟FB 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流入电话 都跟大家讲 那你们如果有任何需要的帮忙 不了解的地方 拜托各位乡亲 水灵相公所是一个 为你们服务的地方 希望你们能够来电 我们会及时的来为大家来服务 我们这个一开始 我们这个就在FB 一开始我们在官方网站 县政府不给我们名字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乡亲在家里 被确诊的人在家里过了什么生活 我们很想急需了解的时候 县政府一句话 我们没有办法给名单 我们没有办法 什么 各支法 代表村长来关心族人的时候 也是要主席 找我也是要好主席 我们的官排员 我们的村长 我们所有 我们公所的同仁 尽量听到消息 就回传给社会客 这个就是希望村民自己 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你自己打电话到这个电话来 谁说这个电话没有假日 连假日都有服务 讯问下方我们跟表示 除了村长代表 林长和公所村民们 全力动力之外 也希望村民们有任何问题 一定要立即反应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 做好防疫的工作 是人人有责的任务 记得节奏 欢迎收看小伙伴老